水果作为我们经常吃的一种食物 事实上,几代的一部分果树都种植在山上 而到了成熟季节,水果总运输就成为了一大难题 为此,来自越南的一位农村大树就脑洞大开 根据自家的果园地理环境发明了一款塑稻运输设备 能够轻松毫不费力地将水果运下山 在外观可以看到,它主要是拱形架和洗膏丝两部分组成 最大限度地保持塑稻机体的强度 而设备距离地面高度三米左右 由于地形不同,每一段区域的拱圈高度也不一样 底部是采用偶核原理建造的玉树丹架 这极大保证了不会过于颠簸,将果实摔下来 在使用时,用绳子挂住装满木瓜丹架 然后一人家后方缓缓推动就可以了 因为木瓜自身会产生一颗沿轨道 向下领地,所以并不需要太大力气 轻轻松松就可以将木瓜推下山 当然想要更加省力方便,可以用罗马等动物拉着玉树 据大叔表示,适用该设备一天就能够运输 两堆水果,并且不用油不用垫,其经济环保 正对于山路不变的果言来说 这绝对是一款水果运输神器 不得不说,还真的是佩服大叔的聪明材质啊 不过小编认为,如果再加上一个小电机就更完美了 对于此,大家觉得这一项发明到底怎么样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 per官方评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讨论区 掌握军 好好 辑